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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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報告 醫生就給我解釋 他說 你這是癌症 就是乳癌 聽到我感覺說 身邊都沒有人得到這種病 那我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那師兄也是很害怕 因為他在想說他也要上班 真的沒有辦法照顧我 家裡都沒人得到 我自己心裡會很 會想說 為什麼是我 可是 那時候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還是要堅強 我不要讓我的家人難過 我自己知道 那個化療師很痛苦 有時候想到會很害怕 每次化療回來 第三天 第四天 幾乎都是在睡 然後 身體都很不舒服 一直在睡覺 沒力氣 因為家人都不在家 所以我都經常坐人自己去想 想說 小孩很小 半夜有時候真的在治療當中 因為很痛 忍不舒服 會醒來的時候 我都會跑到浴室裡 偷偷流一下眼淚 每次在家裡躺著婚睡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的人生 真的不能這樣過下去 那時候我還好 真的很感恩 可能那時候我已經受症了 所以我那時候有上人的法 那我會看一些上人的書 還是說 聽聽上人的法 我知道說 這是我前身所做的業 所以我今天要受 可是要用什麼心態來受 就是要靠我們自己 所以 那時候我記得 我會記得經常聽上人說 我們的身體生病了 可是我們的心 絕對沒有生病 所以當下我都把這計畫記在心裡 所以 我那時候就把他當個全職的志工 所以當我在化療當下 每一次的痛苦 我都告訴自己 我都把他當做成性的 我都把你喝起來 就把你喝起來 大家都不覺得 然後我都把你喝起來 我和你喝起來 我都喝起來 也不錯 我都有很多 很美味的 那個力氣都沒有 但是他還是很勇敢 他讓我們看到的 都是他最美好的那一面 因為那時候他在做化療 頭髮都掉光了 他如果是帶假髮出來 不管做環保 還有做香氣 在付出當中得到喜悅 用付出的力量 增加他對抗那個病魔的 信心跟勇氣 他是生命的勇者 用生命在做志工 讓我失落給我親切的微笑 他當學歷 他把我們這一組的組員 鼓到鞍鞍鞍鞍 有時候我接到他的電話 他都會交代說做什麼事情 但是下一次再接到他的電話的時候 他人已經跑到花蓮去當義德媽媽了 所以我都說他是一匹實際馬 他真的是行銷做得很好 他對媽媽都是報喜不報憂 他在生病的這一段期間 他的媽媽都不知道 當初那時候我知道他生病 我們兩個就抱在一起哭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會有事的 我們兩個要一起做自己 走到牢牢牢 我是個癌症病患 我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的生命真的是有限的 因為我知道 補償走上我 我的生命就不可能自己決定了 所以我就去當醫院志工 我記得我第一次當的時候 我頭髮還很短 這麼短 這麼短 我就很喜歡當志工 我會覺得就是去付出 然後可以喝咖喝氣完去走 比對到我當時躺在家裡 就是昏昏沉沉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要把握時間 我要做人生更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只要是勤募來的時候 我能夠去付出 我一定會去做 很認真的去做 我都會用一句話來勉勵自己 只要你把每一天 當作是最後一天來運用 因為你今天再不做 你明天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信念 一直承擔 承擔協力承擔七年多 人生在世幾十年 何必靜靜來計較 人生在世幾十年 瞭解自我更緊張 人生在世幾十年 何必靜靜來計較 對齁 人生在世真的幾十年 沒有人可以去掌握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好去計較的 上人有說過 四日一過 然後生命就會減少 像我這樣子 我是覺得我是做一天 是賺一天 所以我就很勇於承擔 因為我覺得我要勇於承擔 然後我會命才會成長 我要承擔 我覺得才能跟得上上人的腳步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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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